是这样因为我看你其实刚刚表述的更多的信息都是在你做个人投资和你有一定财商 但事实上其实你对这个股权投资反过来讲说实话你是没有任何经历经验的 那为什么你在这个领域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优势要做投资公司呢 其实我觉得投资是我一个真的是算就是刚刚说的真的是算我的一个兴趣爱好 我真的是很喜欢 自在我很小的时候大概出高中妈妈就有带给我就是说了解股票之类的 然后当时之前也有参与过一点点然后包括18岁 我真的是在这个里面找到了很多的乐趣 但是自己的话也有想过去面试一些就是投资的企业 但是我觉得自己的学历和是达不到了投资企业的要求 所以一直都没有迟迟实现 这是我来到这个节目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所以你喜欢做投资你考过这个基金从业的资格证吗 是我考过 你是有证的是吧 当时考了59分 我真的两个学科当时考了一次没有考过 销售做不做 销售其实 因为我不了解其他的销售 我想还是有更多的自我提升的一些东西 北京考不考虑 考不考虑 不考虑 好 很明确了 来吧 第二环节到这里 来 请我们留灯的十二位企业家做出你们的选择 你的意向企业威梦创投为你留下了灯 直接进入到你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 来 杨蓉 杨蓉